有格居永珍有坑路上 许多店家外墙莫名遭到涂鴉 就令永珍里绿美化墙灭遭殃 经过报案警方调约附近监视器 救出涂鴉怪客 设六位在地学生 永珍里里长薛灵雅表示 店家几乎选择不提告 希望校方能给予适当的处置 感觉到非常遗憾是说 如果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 其实后面陆陆续续也会有人 再继续涂鴉 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事情 因此我希望这个 目前已经被抓的这六个人 能够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所有的店家一听说是 人在就读的学生 他们都选择不提告 那身为里长 我也是觉得很遗憾 也不想提告 但是希望校方也做出辅导的动作 来为我们这些受害的店面 以及永珍里的美化墙面 能够恢复原状 提醒民众随意喷漆 划上英文字母 当下可能觉得好玩 但是后经理必须花上大把时间 一社违法财罚 最高得吃上三千元罚还 中家新闻陈佳云永和报导 是 感谢观看